无家可归的茶大家听过吗 它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款可以长期存放的红茶 也就是福尔晒红 晒红顾名思义就是晒干的红茶 它的制作工艺是这样的 鲜叶采摘下来后尾雕 尾雕后直接就揉碾发酵 然后用低温晒干 没有杀青这个环节 注意啊是低温晒干 其他大部分的红茶基本都是采用高温烘干的 而它发酵的程度也是轻度发酵 极大程度上保留住了茶叶内酶的火性 以及内含的氨基酸茶多酚这些物质 所以它就具有了和普尔茶一样 越沉越香的特质 可以长期存放后期转化 相较于其他红茶晒红更耐高温 可以使用85度以上的水去冲泡 而一些发酵程度轻的晒红 甚至可以用90度以上的水冲泡 这样仍然不会影响它汤制的醇厚 晒红汤制黄红明亮 晶莹剔透 香气高扬而不张扬 汤制柔滑甘甜 大家有了解过普尔晒红吗 和我们一起交流交流吧 关注我了解更多普尔茶小知识 三个月 好